要旅游 找图牛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聊边看 直播过后可以通过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们请到了情感作家苏勤 苏老师 欢迎苏老师的到来 华谊嘉讯的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苏老师的到来 爱情导师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的到来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站的官微 即可上网表明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在线互动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说爱宝有没有可能帮助那些 在婚姻当中遇到了困难的朋友们 所以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的环节 今天我要颁发给 曲老师和苏老师结婚证 祝你们新婚快乐 我只是开了个玩笑 你们不需要鼓掌 他们不是夫妻 这个结婚证是今天两对 走进节目的夫妻的 所以今天三位老师的责任 是非常重大的 两段婚姻的未来 掌握在你们的手里 看看你们怎么办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第一对夫妻的一些基本情况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在毕业以后的一次意外怀孕 让我们走进了婚姻 但是婚后的生活 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 我觉得她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变得很冷漠 总是在以压力大为各种借口来逃避 然后接下来就是无尽的争吵 我们两个现在根本无法沟通 我想我一个人 从那么远的地方嫁过来 没有亲戚 没有朋友 我只有她 但是她的太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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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个时候是我特别想结婚 因为怀孕了嘛 我觉得我们两个处了一年多 我觉得感情特别好 我就想结婚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 现在总想离婚 总觉得上不了道 为什么呢 婚后生活不幸福是吗 你看我们俩现在的状态 就是完全沟通不了 一沟通的话就吵 两个人想法 然后思想 还有那种观念 还有对一件事的看法 都想不到一块去 我打断一下主持人 那个其实爸 作为我一个男人来说 我有很多机会 都想缓和这种状态 就比如我今年七夕的时候 我跟我儿子 去我们那一个大商场里 买了一条翡翠的手链 然后就在家里边等着他 就一直等着 那孩子困了 睡觉了 一直到凌晨他才回来 等到他收拾完之后 他躺在床上 我说 我给你买了一顿 栖栖礼物 他简单看了一下 然后就放一边了 然后那时候 我发现了他 脖子上有一块蚊痕 当时我也没太激动 我想到最好 我想到最好 然后心明气额地去问他 我说你这脖子上 这块印是怎么来的 他也没说了 他说今天特别累了 今天不想说了 那个改天再说吧 我想孩子还在旁边呢 我再跟他再吵一遍 再什么呢 较真什么也不好 这件事吧 反正就是放在心里边 一直压了几天 两天之后 本来我们两个 太长时间都已经 就是说 我跟他提离婚 也提过很多次了 他跟我提离婚 也提过很多次了 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 就是有那种 名存失望你知道吗 根本就谈不上 什么感情了 其实我原来是 特别爱他的 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感觉对我好 所以我那么愿意地 嫁给他 但是自从嫁给他以后 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 似的就完全不像以前 那么护着我 你看我们现在的状态 他都自己都说过了 前段时间说过一句话 他说只要能离婚 怎么着都行 我说你既然这么说了 那你精神出户得了 那不行 说的不是气话吗 他说咱俩谁也别管谁 是吧 你爱找谁找谁 爱怎么着怎么着 我们俩现在前也 什么都 就是除了还进一个家门 你等于给我们一个 这个脖子上 有一个痕迹的理由 你承认了这个痕迹 不是他留的 是这意思吧 我承认 我说下面发生的事 然后几天之后 有一男的给打电话 我在外边 他不知道我能听见他说话 然后他就 我说话不方便 眼线挂了啊 他就挂了 然后后来呢 我就问 是不是 这个吻痕是不是他的 然后你说是 我说就是他 我就问他 把那男的电话给我 我当时心里边想 是这男的欺负了你 我想找那男的算账 不想对你怎么样 后来呢 他不给我电话 不过电话 然后还打我了 然后后来他还 叫警察说我对他家暴 我是为了赶紧出去 我要去演出 去演出去唱歌 你觉得这个事 你觉得这个事 不比这个演出重要吗 你说你在这个时候 我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化好妆 我必须得出去 要不就迟到了 我就想让你把电话给我 后来他调了打我 调了打坏了 我们家一个月 换了三个调了 就是他 现在上口还在这呢 他还家暴你 是吧 对 然后他打我的时候 我推他一下 他就立马打电话给10 说我对他家暴 我基本把这个事 就听明白了 下面其实我特别想问男医生 这女生爱你吧 我觉得现在他不爱我了 以前爱不爱 以前爱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 一个这么爱你的女人 怎么突然经历了四年之后 就一步一步变的 变成了这样 我归结一下吧 就是这几年嘛 我也做了很多错事 说了很多错话 你做过的最大的错事是什么 微信上跟女生聊天算吗 这一个女生还是很多女生 就是一个女生 就是问题比较大的就一个 其实搞对象的人 他就有这个倾向 被发现过一次 那次生了一次气 后来就过去了 那谁知道 就是人有这事啊 那就一个一个的 没一个一个的 说白了就是 你也不是经常闲着 我解释一下啊 那时候吧 我上夜班 上夜班我无聊嘛 那时候他和孩子也挺忙的 然后他和孩子做些时间一样 我呢那时候上夜班就是无聊 然后就是那女孩吧 是山西的 他一直有男朋友 他就跟我问一些感情上的事啊 还有就是工作上的事啊 我们就聊一些就是特别正常的 他就是上夜班 就说总跟人家聊天 聊的人都想跟男朋友分手来找他 那你告诉人家 你结婚了 还有孩子 人家会理你吗 我们聊的问题 跟这些没关系啊 好 这是算做错的事 说错的话 这几年嘛 这几年对 我说了很多激动的话 就是我们两个吵架的时候 那时候也年轻 然后刚结婚 那时候压力也大 就是那一年 虽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吧 但是一经历感情这些问题 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反正就是在那个事之后不久 他还跟我提过一次离婚 一方面就是说 可能和其关系给我一点矛盾 你看女人在 在怀孕的时候 那么大肚子 还有生孩子的时候 还有生了孩子 天天看好孩子得不工作 你看我家还远 背景离乡地过来 进入他们家以后 我天天就陪着他妈一起做饭 就是没有 很少有自己的内容 我一直都是觉得 因为提前结婚这个事 我觉得对他父母 有点亏欠 可能说在人家的计划之外的一个事 我就一直陪着人家 我就特别想把人家哄好了 但是人家也不太喜欢我可能 我觉得他可能这方面有原因 再一个就是这个女孩 后来他跟我提离婚 我都那时候我都一点都接受不了 基本听来这个家这四年没消停过 用男生的说法是因为避婚族 又生了孩子 对 然后压力非常大 对不对 女生好像对这个嫁到异地他乡 心里挺委屈的 是吧 我本来不委屈的 但是说为什么 你就结婚以后慢慢慢慢地 他都不护着我了 咱们问可以吗 我想知道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 第一次提离婚 他第一次跟我提离婚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大概还 六个月 六个月 我记得都可以 五个月吧 差不多 六个月 就是儿子五六个月的时候 他第一次提出离婚 第二次提离婚是在什么时候 我提过太多次了 我记不太清楚了 你提离婚是真心想跟他离婚 还是说出来玩玩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 我不会说因为不冷静 我去说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那就是你反复地在提离婚 这是你思考 我都搞法院去了 没同意 后来我就想等着半年以后 二次上诉不就能离了吗 等于你已经起诉他了 你们俩从什么时候开始 进入到了一个经济上也独立 除了进一个门之外 还有一张纸证明 你们是夫妻之外 一三年 一三年 那时候经济还没独立呢 一三年中旬我开始上班 那时候我也想明白了 就是结婚以后 这个他是真正的他 结婚以前那个 就是总哄着我嘛 结婚之后 他可能就是说 觉得结婚这么长时间了 没有必要装了 自己是什么样的 就是什么样的 但是自从我上班以后 他总说我什么 把他跟我们的同事啊 领导啊 对比什么的 说什么人家比他挣得多呀 比他有能力呀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那实际上面是从 一三年开始 你们俩在经济上独立了 是吧 独立过一段时间 后来又把工资卡给我了 然后这又 有一次偷偷地拿回去了 你们俩明确地告诉我 就是你们俩只进一个门 还存着一个 曲老师他们手里 拿的这个结婚证 然后其他夫妻的这点都没有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有多久 可能就是今年 今年几个月吧 几个月之内 发生了什么 今年十月一 我们三口的出去 给儿子做一个家庭作业 作业是照一张 有孩子跟国庆有关的照片 照完了 然后我儿子看见那卡丁车 他想做 我以为就下车照个相什么的 就没拿钱 我就说从你那拿十块钱 然后他说不行 凭什么用我钱 大老爷们儿 你身上就不装钱 然后车钥匙就往地上一扔 你就不浪费 我说钱在车里边呢 我拿一钥匙我就回去了 然后就车里边我就等着 后来他们也不回来 我打电话 我说怎么还不回来 你回去拿钱了 你干什么去了 你也不回来 你不回来 我们娘俩就在这等着 我就把电脑挂了 我心想我儿子还在那呢 那天天气也不怎么好 我还是去吧 去了 我就挣那十块钱 我就想带着我儿子走 他就跟我抢儿子在广场上 我就问儿子 我说你想跟谁走啊 他说想跟爸爸走 然后他那个 他说你跟妈妈走吧 之类的什么的 还给我两巴掌 我就想我就别打了吧 儿子看着心疼吧 不 然后我就背着包 我就坐公交去了 等到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儿子还在那哭呢 他完全不顾及我儿子的感受 当着儿子的面吵架 但是我特别在乎 我儿子的感受 他在说一件事的时候 总是把他有理的地方说出来 但前面他没理的地方 他只字不提 根本就不是从今年 从去年开始 我起诉他是去年的 从去年我觉得都 到那时候啊 我们的关系就已经 挺难缓和了 然后这就慢慢地 为什么后来坚持到 现在还没有离婚 那不就是考虑孩子吗 我原来想离婚的时候 我想要孩子 我现在想离婚的时候 我不想要孩子 为什么 我儿子是男孩 一 跟着他爸爸比较合适 再一个 他要跟着我的话 只有我自己 我父母身体也不好 我顾不胜 我不想离婚 因为我觉得现在 到现在来说 为了他做什么都行 一个挺好的家庭 以前是那么美满 而且现在我们分到 有车子 有房子 家里边也相对来说 不缺钱花 儿子还那么可爱 他对爸爸妈妈 有那么高的崇敬感 还有那么一个美满家庭的 这么期待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一起 最大的动力 在婚姻存续期间 你有背叛你的丈夫吗 你指的是程度严重点的 还是不太严重的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背叛 你自己按你的理解 那就是有过 因为我心里已经没有他了 你接受吗 他知道 我们的事 我们都知道 所以我就问你 你接受吗 我接受 好 在你的描述里面 做母亲他不合格 做妻子他不合格 做儿媳妇他不合格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有决心 这是我特想问的 我觉得他有决心 做一个好妈妈 我觉得我儿子有权利 拥有一个好妈妈 离了婚之后 他依然是你儿子的妈 这个事实是改不了的 问句心里话 什么样的结果你就不过了 这个婚姻你就不要了 不可逆的错误呗 什么叫不可逆的错误 他真的心里边就是 有这男的了放不下了 我感觉我们家两个就 完全不可能 过没有爱情的生活 是不是 就是至于行为上 怎样无所谓是吧 对他不做家务什么的 我都可以认 不不不不 不要偷换概念 他如果在心里有 别的男人的情况下 你觉得不可逆 但是在行为上 他有别的男人 行为也不行啊 当然不行了 好了 很多事已经摊在这儿了 看得也很清楚了 如果重新来 你会怎么过 你们的婚姻生活 我不知道怎么着 我们俩能过好 还想过吗 不想过了 这是气话吧 不是 不是 那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从土雷老师来的 因为我觉得他说的话 特别有道理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我们俩的状态 我觉得平时的朋友什么的 都劝不了 只能说我想让他 帮我看明白 我是应该离婚 还是应该继续 我自己看不好 是要土老师来看一看的 是吧 好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刚才聊到背叛这个词 男生表现得非常淡定 就他表示说 我可以原谅 我不淡定 我知道你肯定有曾经非常抓狂过 但是到现在淡定了 但是小伙子 我是想给你一个概念 你现在的状态是接受 而不代表原谅 对 也就是说 目前的这种状态下 你觉得我媳妇要跟我离婚了 孩子还小 然后还牵扯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可以接受他之前的背叛 但是不代表你真的会原谅他 假如有一天 你们发生了心轮的矛盾 我特别害怕 之前你的愤怒会叠加 那种爆发力是最强的 就之前我都可以忍 我可以接受 然后我一切一切的 我就都在心里割刀子 我都忍气吞声了 但是在某一个临界点的时候 当你忍不住的时候 我觉得之前的所有的矛盾爆发出来 也许对这个婚姻 对这个家庭 对你们三口人的伤害 是更大的 婚姻的实质啊 它的目的不是说为了不离婚 而是为了过得好 当你在这个婚姻当中 感觉到严重的不舒适的感觉的时候 这个婚姻还适不适合你 真的是需要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在女孩还在怀孕期间 你就跟别的女人有暧昧的行为 老师打单一下 那时候就是还年轻嘛 那时候也是刚结婚 你结婚了吗 结婚了 你为什么要结婚 结婚了 年轻为什么要结婚 你懂婚姻吗 那时候 懂爱情吗 但是我现在 你现在同样不懂 因为你心里根本就不爱她 如果要爱她 不可能发现自己的爱人的脖子上有吻痕 居然两天 你不用去问她 换作是任何人 如果真正爱这个人的话 当时这件事就一定要有个水落石出 因为你已经不爱她 她在你心目中已经不是爱人了 她就是孩子她妈 你就是为了这几个字 你在维持着现在的婚姻 你们只不过是进了同一家门 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 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家庭 能幸福吗 绝对不能 而会一次又一次的 为十块钱 让孩子受到残忍的折磨 你是为孩子好吗 根本就不是 女孩你是够残忍 为了十块钱 为了跟她置气 让孩子那么痛苦 怎么可能是一个妈妈 应该做的事情呢 太不合格了 我们不谈一个妻子 因为你一定不爱她 对吗 但对孩子好一点好吗 你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 前提是你要做到一点 做好一个妈妈 好吗 其实前段时间吧 我也有想过 就是想离婚的这个念头 是怎么打消的呢 我儿子 他问邻居家小女孩 他说 你有妈妈吗 然后这件事吧 我工作 我没在身边 是我妈转告给我的 因为那段时间 我们两个分开挺长时间了 我妈转达给我 我心里边就 跟刀割一样 就是特别 特别难过 就感觉 作为一个爸爸 挺不合格的 然后从那件事开始 我就感觉 这个孩子需要一个妈妈 需要一个家庭 可以理解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我能够感同身受 你所有的这种感悟 但是我教给你 你不是说 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 而是你因为 你先没有做一个 合格的老公 你失去了你的爱人 孩子就失去了他妈妈 带着孩子 你可以再次追求他 你再次回到之前 你们如何在一起的 那段时光 让他真正能感受到 你对他的爱 孩子对他的期望 兴许他会回心转意的 但绝不是说 以孩子为威胁 说你必须得在这个家 即使我们不离开 要为了孩子 我们要生活在一起 就是害了三个人 兄弟 既害了你 最受害的也是孩子 所以说你们要先 把之前的事情了断 从新开始 还是有机会的 好吗兄弟 行 谢谢老师 这男生说话呀 好像特别感悟生活 好像已经是七老八十了 其实你们两人在台上 女生所有的表现 就说了一句话 我背叛 我有罪 但我无所谓 因为你自私 而男生也在说一句话 没关系 恕你无罪 生活本身就是平淡 但是一个数字 分明是说 你还是有罪 我们把婚姻称作为是归宿 花开才能结果 有浓烈 才可能归于平淡 我举个人 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男方就像是一个消费者 女方就像是一件商品 在消费者还没有货比三家 甚至还没开口奖价的时候 商品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自贬身价 这样的商品买回家 除了冷漠的对待和数值高格 大概不会有第二种结果 一个男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社会 还没有真正的了解生活 还没有看清大清世界 他就已经遭遇到了婚姻当了父亲 他怎么可能理解所谓婚姻的责任 和女方的热情 而女人一而再而再而三的自降身价 那么年轻 我就要嫁到你们家去 这是第一价 这么年轻就有了孩子 还要生给你 这是第二价 千里之外非要嫁到唐山去 这是第三价 嫁到别人家之后 看尽脸色 还要忍尽吞声 这是第四价 所以说一个不懂生活责任 一个自降身价的人在一起 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婚姻的幸福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女生在这个场上 她说哭就哭 说笑就笑 恰恰是这种没心没肺 造成了你对自己的不自重 说生就生 说嫁就嫁 这种不谨慎和不自重和不矜持 虽然造成了你天真浪漫的性格 但同时也得不到男生的重力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想用自降身价和努力的方式 来让对方重视自己的感受 但你一直要 一直要 你就一直要不到 所以到现在基本上 你说你心死了 对方是自私的 那我就不要了 我宁愿以堂尔皇之的出轨的方式 也得不来你的重视 这其实说句实在话 挺自嘲的 而男生说我不在乎 出轨就出轨 生活嘛是平淡 我并不认为这是男生的包容 我认为是男生 其实根本就不在乎这个 就是一个人在我心里没价值 那么你跟谁谁谁在一起干什么 也无所谓 女方感情已死 男方尚未点燃 那你说你们之间还有什么呢 就你那把火一直在那烧 来吧 关注关注我这把火 但那就是一盆冷水 你怎么烧 这也烧不热 你呢 已经快烧尽了 他口口声声说 婚姻本来就是平淡 如果他迟早又遇到一个 能够把他燃烧的人 那你就惨了 那个时候他才不会说平淡呢 他说生命的本质就是燃烧啊 哇平淡干嘛呀 其实还是没遇对人 你不是他的催化剂 但只是可怜了孩子 但好在都还年轻嘛 你就让他平淡去 你该燃烧你还燃烧 但是对于孩子的责任 咱们还是要负 就这样 男生还有话说 我想强调一个事实吧 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我们两个一起认识了这么多年 有爱他的一个动力 才去包容这些事情 而不是为了生活 才去包容这种事情 我也遇到过能燃烧我的女孩 但是 我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心 就是没想过 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会什么样 没劲点 咱们俩恋爱那么早 你什么时候遇到过 能燃烧你的女孩啊 除了你之外 我还认识很多女生呢 是吧 但是我从来没幻想过 跟他们一起生活会什么样 我也不想跟他们在一起 我觉得咱们两个在一起 是有缘分的 哎 其实挺难办 听真话听假话 听真话吧 今天我们来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 真想听真话 真想听真话 听真话就是你没说一句心里话 你让我们说什么话 这么说吧 也许今天过后 女生会第二次起诉 我帮你问问 好吧 行 你二次起诉的时候 起诉书上面这个离婚的 整个财产分配和孩子的归属 你能告诉我们是怎么一个方式吗 就是该怎么分怎么分 业一半 孩子呢 他看着 孩子由他看着 其实基本上都是奶奶在看着 财产业一半 给你个建议吧 财产稍微让一点 人家毕竟还带孩子 你也别那个 该给的就给点 好吗 好歹人给你们家生个儿子 对吧 儿子可爱吧 非常 他生了吧 你就这么想 那件事就化开了 真话就是 你不再爱他了 你不想要这个婚姻了 只是你还想要这个证 要这个形式 然后你们 你希望他能在婚姻里面 平平淡淡的接受 有一个婚姻形式的 各自游刃游鱼 他不接受 你也就放了吧 唉 最后还有点时间啊 都说点真心话 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你先说吧 我不会离开孩子的 这是我唯一在乎的东西 你没有要说的吗 说得到现在来说 我明白了很多 自己心里边 你真的吗 你一直以来 我觉得你为什么 不知道你放不下的是什么 一直放不下一些东西 如果你有爱的女孩 什么的 你可以去 我觉得人的 真的应该活得明白一下 咱们还很年轻 我想明白 我今天想明白了 很多心里边 以前没想明白的东西 然后 然后 亮灯吧 好歹八年的时间 那点情感还是有 面对自己内心 真实的事 不要再欺骗了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这段婚姻 听着都压抑是吧 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会得到导师们的在线解答 并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得到土里老师一对一的指导 使用微信摇电视参与互动 点击左上角的宝箱 抽取现金卡 来 看看他们自己 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打赏 请不吝点赞 打赏 吝点赞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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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就知道出去喝酒 店也不开 就知道找他钱 他总是那么任性 从来都不肯低头 我觉得照这样子 我没办法跟他沟通 我觉得我们的婚姻 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因为丈夫觉得 从恋爱开始 就一直被妻子压制着 所以他不想再受这份气 他说 我不想再过下去了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对视频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冬 27岁来自湖南 个体女嘉宾小枫 26岁来自湖南 也个体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结婚证是在 曲老师的手里 他们结婚的登记日期是 2013年12月16号 这对夫妻是大学同学 对吧 对 女生的家庭条件很优越 对吧 小伙子 据说当时他看上你是因为你 虽然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特别励志 我那时候觉得 他是那种很有魄力 很有上进心 就很热情 小伙子 他那时候会接很多那种 学校的那种 义工之类的嘛 就帮他一起嘛 从大一开始就跟他一起 在大学里面 你跟他是共患难的 可以这么说吗 是的 可是现在 你想提出来离婚 原因是什么 我现在感觉 真的我生活特别憋屈 在事业上 在生活上 我处处受制于他 没有尊严 没有自我 比如说在经济方面 是他独断的 钱都管在他那里 打个比方 我今天要 要加油 他会给我三百块钱 回来会问我 加了没有 如果我说 堵车我没加 那钱拿回来 马上给我 然后我可能 临时需要用钱的时候 发现 比如有一次 我在一个停车场 他叫我去办事 我把车开进去 出来交停车费 我发现 我身无分文 我作为一个男人 这种时候 我居然身无分文 你没钱包是吗 我有钱包 没钱装 但是我不给他钱 是有原因的 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你能跟我们说说吗 为什么 他要借钱给他朋友的话 他不会跟我商量 然后借出些钱 就没得还了 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一个朋友 因为我确实 刚进大学的时候 条件不好 那朋友在我对 落魄的时候帮我 他也是说 我记他的恩情 帮助过我 然后那个时候 我们做生意了 赚了点钱 他开口找我借钱 我跟他一提 他马上就直接否决了 我不愿意跟他争 只能就说 自己私下把这个钱 借给朋友了 然后又被他发现了 也就是说 以前你们家的 这个家庭经济 你是能拿到钱的 是吧 对 因为出了这个事之后 所以你的妻子 把这个钱都同管起来了 对 他就认为我不诚实 那你借给朋友多少钱 几千块钱 为什么一个 曾经帮助过你先生的人 问他借几千块钱 你都不借呢 因为他那个朋友 就是做出来的事 基本上身边的朋友 都不怎么认同 平常他就特别不赞同我 过多的交往啊 交际啊 也要限制我 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他就喜欢打麻将嘛 我对他只有一个要求 你打麻将没关系 你要按时回家 你认识我的时候 我就打麻将啊 我也不是一天两天 才学会的 你到现在才忍受不了 我打麻将这件事吗 我说了 你平常打麻将 我送你去 我接你回 那次是什么情况 你出去的时候 我跟你说了早点回来 因为那天儿子不舒服 后面你打麻将的时候 儿子就发烧了 我跟我妈带着他 连夜去看急诊 我们打点地 打到四五点才回来 你那时候还没进门 我不知道儿子生病了 再说你妈过来 就是带孩子吗 直到六点多钟你才回来 我找你理论你还说不得 那你就应该这么说打我吗 你这样做就是对的吗 我打你的行为是不对 那你不就是个白眼狼吗 你这么多年 你当初一个穷小子 不就靠我家里吗 不然你有我今天吗 你现在是怎么样 吃满意了吗 不下去了吗 就是这样的 主持人你看我别去就是这些地方 他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 在最需要他的时候 孩子多大现在 五到两岁 孩子生病 他在外面打麻将 知道孩子发烧的时候 给他打过电话 他说他不知道 我也没去顾虑 你是经常出去打麻将吗 那段时间是经常去 但是我没有经常 就是晚上不回家 那你平常打麻将 他说要求你 准时回的概念是什么 我的时间很宽松了 1点 晚上1点之前回家 那我不是电子关门了才去吗 晚上10点左右才去 10点钟下班之后 打麻将打到1点 是你的要求是吧 对 那他打麻将的频率是怎样的 一周打几回 打得疯的时候 真的基本上 可能一个星期有两天休息 算不错的吧 然后你在家里和你母亲带孩子 是这意思吗 对 你刚才有说到他是白眼狼 对 他现在翅膀硬了 他想飞了 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 自己是 我们从大学开始就一起开店嘛 一直到现在 开什么店 之前是开服装店 现在是开隐形眼镜专卖 人家也在创业 你为什么说他是白眼狼呢 因为我们是卖一些女生方面的东西嘛 然后他就只是负责就是前期的装修之类的 后期基本上都是我在打你店里的事情 然后我们两个开店 他也就没做别的事情嘛 钱是谁的 开店是我家里出的呀 都是你家里出的 对 因为他家里条件不好嘛 你们结婚的时候的房子是谁买的 我们没买房子 当时是瞎聘礼的钱都没有 他还是找他姐姐借了几万块钱 向我妈妈瞎聘礼 我也没有在乎他 就是有没有车有没有房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上进心 比较有奔头一个男孩子嘛 刚才你说到你最介意的是男人打女人 对吧 现在他提出来离婚 你为什么不离呢 首先是因为儿子才这么大嘛 还有就是 他以前从来都不会跟我提离婚 现在就是日子好过一点了嘛 就总是在我身上找茬 我有一点点做的不好的地方 他就会跟你前处理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他就会指责我呀 那就说这个人变了呗 对 既然变了为什么不放手呢 毕竟在七八年 我不知道他是受了什么委屈 一定要闹到离婚这个地步 你的意思是 没有结婚之前他看店的你干嘛呢 他什么都没做啊 一直都是这样啊 前不久吧 有一个舅舅是一个油漆生产企业的老总嘛 想让我去尝试一下做一个外省的一个销售经理 我就想去做嘛 也是被他各种阻挠了 那你去了之后呢 因为我舅舅刚开始让他去做销售嘛 如果销售行的话 有那种意向让他去开门市嘛 然后我就让他去了 结果他去了两个月 我搭了两万多进去 就这边电子赚的钱都不够他一个人花 然后我就让他回来了 然后他就因为这件事觉得很憋屈 觉得我全家都不支持他事业 因为我妈妈当时也反对 觉得他还没有经验嘛 听明白了 他有打麻将的也好 你有什么也好 我就 他喜欢喝酒 特别喜欢喝酒 经常喝的难醉 也不是经常 现在也喝的少了 这个压抑也好 压力也好 看来是持续的 对不对 现在怎么突然要离婚了呢 就这一次嘛 儿子这个事情 我确实当时激动了 我动手打了他 他就觉得特别不能原谅我 那时候是他在提离婚 我就回去老家民政局等他 我八点到那里 我等到下午四点 他并没有出现 这大概在什么时候 一个多月吧 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之前 那就说明人家女生不想离呗 就说不想离 你可以跟我说 他就是不肯低头 就说你想不想离 你表达出来就行了 那你想离还是不想离 其实我也不是说 什么事情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愿去发展 有时候我觉得你可以不支持我 可以就说你至少站到我的角度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那你也没有跟我说你的感受啊 你不是跟你那群胡逢狗羽出去喝酒 然后就说我这里说我那你不好吗 你跟别人数了我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这些 我为什么跟朋友喝酒说这些 我就是在你那里根本没法说 你根本不讲道理你知道吗 男生现在想要女生的态度对吗 对 他说离你离不离 离这是我提出来的 财产都给他 我一定要儿子 财产都归他 财产本来就归我 这么些年你做了什么呀 这本来就是我家里的支持 才有今天这样子的日子 这些我不想跟他争 我就说我不争 你只要儿子 对 我只要儿子 儿子不行 儿子肯定跟我 你有什么能力养他 现在你说这些就没有意义了 我现在我相信我还年轻 我也有那个能力 我能够活下去 我能够养活儿子 好好好 先生请告诉我 现在要跟他离婚 是你治他的一个手段 你想通过离婚这件事 从此在家里面 抬起头来做将军 还是说你下定决心 就要跟他离婚 我只是想获得一点 男人的尊严而已 听明白了 怎么办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子 我是觉得其实你非常依赖他 你一直在说 我不想离婚 原因是孩子太小 我不认为是 这个是你的主要的理由 其实你心里特别明白 你再找一个男人 会像他一样能忍到你 这样的地步吗 你就是渴望那种 我说了算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这相对来说 有一个悖论啊 就你一方面又特别希望他听话 像一个跟班一样 你说什么他听什么 同时呢 另一方面又希望这个男人能够特别强 然后能是我的天能帮我撑起来 你觉得你所需要的这两种男人的特质 能够在一个人身上实现吗 如果选一样的话 你选第一个还是选第二个 我选的话我应该会选第一个吧 第一个 因为我是那种事业心比较强的 你事业心很强 比较强势的那种 像你说的如果是第二种的话 可能真的会 每天都是那种吵个不停吧 男生 其实你已经很明白你老婆的心思了 他就是希望你像一个小男人一样 一辈子很听话 他其实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女人 就是你得无限地宠着他 无限地听着他 也许他偶尔会给你发点福利 刚才你也说了 你觉得这个男孩虽然家里头穷 但是有志气 有魄力 有向上的进取心 对 现在的他还有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可能是因为我吧 当然是因为你 他一次一次地想去闯荡 想去进取 想去开拓的时候 因为你的阻挠 放弃了 憋屈 我一直在看着你们结婚时 你们俩幸福地笑 很幸福 你再看看你们俩现在的表情 欲哭都无泪了 多好的 本应该多好的日子不过 一定要耍那个所谓的公主 所谓的女王的那种范儿吗 男人 要的是尊严 告诉我丈夫 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你不知道也可以 你把他反过来读是什么 负账 男人本身就有一种天性 他希望为女人去负账 希望为这个家庭去支付 他所有需求的东西 可是你不给他呀 你不让他这么去做呀 到刚才你还在说 今后如果我们能在一起 我能改 我让他去闯 前提是 你得先有把握 凭什么呀 你凭着要掌握一个男人 向上进取的这个风心呀 而这个男人呢 现在呢 变成一个家庭主婦 唯一他能找到发泄的出口 有两点 第一个 和朋友去喝酒 喝到烂醉 第二个找到可以战胜你的借口 就是说离婚 你终于服软 但是你服软 又不是完全的服软 你应该去找他沟通 说我们到底犯了什么错 所以给你们最好的一个建议是说 既然彼此还相爱 你们一定是还相爱的 只不受一个障碍一定要突破 就是放开你的男人 让他真正成为你的丈夫 让他有能力去为这个家负账 担起他所担当的那一切 好不好 你能做到的 因为你爱他 你爱这个家 你只不过是暂时的 没有方法找到一种沟通的方式 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给他时间 给他机会 你们的爱情是没有问题的 好吗 婚姻当中有两种人是最值得敬佩的 第一种 是在年少的时候陪着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 第二种 是在成功之后 陪着自己的原配 过好日子的男人 前者是爱的代价 后者是婚姻的责任 一开始你们也是这样做的 男生在困苦的时候 女生一昧的付出 男生在接受到这种付出之后 也认认真真的在努力上 但是到后来为什么就变了你 准确的来说 责任是什么 责任就是你的分内事 就比如说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老婆 这是我妈 所以孝敬她 对她好 关爱孩子 就是我应该做的天经地义 这叫责任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代价也是一种高尚的责任 就是我明白 如果我要爱她 我爱上了一个这样的她 这样一个贫困的她 这就是我要付出的代价 但为什么你们到了后来 就变了你 因为女人认为 代价不是代价 是债 男人也认为 责任不是责任 是还债 债主满脸的傲慢 激进的羞辱 而债务人满心的自卑 总是觉得日复一日 我也还不起 到后来索性我还不起 一直离婚学义 来宣示你我的平等 老子不还了 那如果债务人 一旦耍赖 说我不还了 债权人在想 这都划不来 那索性我就低低头呗 可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今天你们能够和好 你低了头 他抬了头 那么在将来的生活当中 可能还是一种债务官司 所不同的是 债务人变成了债权人 债权人委屈地变成了债务人 所以你们现在仔细地去想一想 在当初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对他那么好 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代价 还是一种投资 如果没有 你想想你能回到当初的那种状态 男生也好好想想 我当初这女生对我好的时候 我心中肯定在想着 我以后一定要自己努力地来回报 这个对我好的女人 那个时候你认为是一种责任 为什么到后来 久而久之你认为这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偿还 如果你们回不到从前 今天好了也没用 我特别讨厌听到低头这两个字 他低了头 你的头就抬起来了 当一个男人用说离婚的理由 来让对方来低头 从而在婚姻当中改变彼此地位的时候 其实这个婚姻已经丧失了其根本的实质 婚姻的实质无非是付出与被付出 责任与被责任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你低头我抬头 或者我把你打趴下 我抬头你低头 这样的关系那是战争 所以如果你们今天是要求一个低头和抬头的问题 那干脆还是去把离婚证办 如果你们今天还能想到当初的一些状态 彼此还能够互相地去珍惜对方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但还可以考虑考虑 能不能在一起 对对 我一直认为 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尊重 有了尊重才谈得上真正的平等 有了平等才能谈得上彼此的交流 想离吗 不想离就尊重他 你想离吗 不想离也尊重对方啊 千万别说结了婚之后 我们俩是一个人了 不可能 你是你 他是他 下面的时间给他们自己去考量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黄金六十秒 其实我真的就是在赌博 这次说离婚 我不知道在用什么办法能够让你来站到我的角度考虑 来尊重我 所以我提出离婚 我也只是想胁迫你低一下头 我觉得我当初跟你商量过 我说把你的梦想当成我们的梦想 我们可以跟你一起走下去 我只是希望能够停掉灯 你看 这就叫规则 时间到了就是到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相恋六年结婚两年的夫妻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有人要拿离婚做赌注 来调整他们的婚姻关系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 老婆我们不闹了 这就是我把事情闹到了 我再也不拿离婚做事了好吗 我以后愿意让他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业 我愿意做他坚强的后盾 好了 我相信这个求婚的仪式应该跟过去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今天的求婚仪式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婚姻生活的一个新的起点 掌声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对夫妻打算怎么开始他们新的婚姻生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我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 躲在地上给你戴上戒指 现在我希望一切能够重新开始 这一次是我不对 不该把这个离婚拿来说事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谢谢 走吧 我们回家好吗 那个证还给他们吧 所以在还证之前还有一点是要强调的 刚才我们在所有的评论的过程当中有一点还是忽视 你是动了手 这一点是绝对不可言的 你必须证实这个问题 什么酒鬼和赌徒的问题 其实跟这个问题比起来 那都是次要 动手是最要的 我觉得最关键的 还是要给你老公自信 给他尊严 有时候是得让他自己去闯闯 如果他真不是这块料的话 他自己受到挫折 他第一个想回的就是家 好吧 把你们的家还给你们 好好珍惜 来吧 我送礼物吧 和好的情侣将会抽取 价值五百到三千元不等的幸福游大奖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你喊开始和停 好 开始 停 恭喜两位啊 一千元的这个旅游大奖 回家好好调整 祝你们幸福 请回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老徒有话说 胡老师天天圈的用户提问说 我跟老公结婚五年了 总体来说生活还是挺幸福的 只是老公呢 特别看重钱挺小气的 从来不给我买礼物 我很不满意 这是我的问题呢 还是他的问题 不可否认 这个网友 也受到了一些女性的普遍认知 那就是把礼物当成是幸福行良的重要标准 但是我想跟你所说的是 那些把自己当成礼物收割机的那些女性 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还没有找到幸福的婚姻 这个幸福收割机可能能够收割礼物 但是收割不了幸福 而你 已经收获了五年的幸福 所以 他们应该嫉妒的是你 感谢休闲旅游领导者 途牛旅游网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途牛旅游网 提醒您节目直播 七七天打开途牛APP 摇一摇摇 摇出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路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路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关注节目信息 请关注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居里 爱奇艺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